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爵士乐风格独特乐 受到全球许多乐迷的欢迎 美国国会图书馆最近推出新展览 展示过去将近100年来 美国爵士歌手的照片、录像和个人物品 让参观者一窥这些传奇爵士歌手的人生 我们现在就带您到现场一探究竟 当比利和利戴通过他的嗓音表达感情的时候 你感受到的不只是歌词 你可以听到可以感受到他的情感 在40年代大受欢迎的和利戴是爵士乐天后之一 但从小来自破碎家庭的和利戴成名之后 仍然继续为酗酒和毒品所困扰 才44岁就离开人世 爵士展的负责人拉里·艾波鲍姆说 爵士乐手用他们的独特方式诠释不同的歌曲 他们摆动 这是一种针对节奏的表演方式 让你很想弹着手指 踏着脚步跟着音乐摇摆 他们时常极其演奏 有时候他们会用我们所谓的 拧声吟唱方式来表演 也就是不用歌词 只用拧声或是音节来演唱歌曲 这包括艾拉·费兹杰拉 她的演唱生涯横跨了60年 有爵士第一夫人的美称 乐手会和她一起演奏 她会用一些无意义的音节即兴演唱歌曲 她使用的音节 让她听起来就像萨克斯风或是小号 爵士是源自于美国的艺术形式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于新奥尔良非洲裔美国人社区 爵士天才乐手路易·阿姆斯特朗 于20年代改变了韵律 加进了歌手 让爵士乐摇摆起来 为爵士乐带来了彻底的转变 在那之前 从来没有一个人听过类似他所创造的爵士乐 1950年代是黄金年代 展览参观者阿诺德·迪维尔还记得60年代时常在电视上看到传奇爵士歌手的表演 让我回想起童年 我的叔叔阿姨会闻声起舞 今天新一代的歌手用自己的风格改变爵士乐 他们并不是在演唱父母喜欢的歌曲 虽然那些歌曲永远都有听众 他们唱的是年轻听众比较关心的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主题 靠着这些新一代的歌手 爵士精神将继续传承下去